新疆是關心的是 年齊的腳步最近 各期市一間五車級的飯店 推出到開運年菜 要讓民眾人在家圍爐 澎湃盛頓 輕鬆來過年 過年在出國打拼的家人 都會利用 出事那晚回家團圍圍爐 處理也都太盡辦法 準備最豐富、最好的菜肴 和專家販路團骨 各期市內市大飯店 今年出事那晚 餐廳竟是鄉親 最擅長的選項 餐廳也是比手頂一空 為了會開家旗鄉親的支持 由國營主堂丹佑華、阿華山 親手中的 內市五車級開運年菜 多買來買 讓你在家裡 也可以拼賞到澎湃美食 過年的時候 我們的餐廳 所有的餐廳都客滿 所以很多消費者 都會要求我們 希望我們的菜能外帶 所以我們每一年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推出 我們的聯菜外帶 那今年我們 聯菜外帶有 有六道菜 然後我們 六道菜 我們的價值大概六千多塊 但是我們今年 只要花 我們今年用的食材是比較好 用那個 我們民從土雞燉魚翅魚醇 是用高湯去燉 還有我們的用鮮鮑魚 我們今天的米糕 是改變一些做法 就是用海大蝦去 椒鹽去放在米糕上面 而且我們的米糕也是用特別的做法 三類伴手禮鐵民大風 飯店也真心推出這道 百真佛跳牆 有保育氣市長高級食材 控制鮮味的烤頭 加進白頭中 外面又加鴨味的木仔肉 是高級的伴手禮 是專門回饋給鄉親所提現 連累換 其實我們真的是每年佛跳牆 我們是真的是做給嘉義鄉親的一個面子 出外也有銀杏蒸菇會上樹 松子、鮮蓮、樹米糕 年菜提供給吃素食的人可以選擇 聰明的你不能再為了白餐廳 也才是準備年菜煩惱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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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你在處理揮露豐盛盛導 先下過這麼多團固的時間 讓揮露更歡樂的溫馨 資金新聞 創明東 甘義七 蔡康 報道